上期说到封建获得第十届锦标赛冠军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TV版之后还有四部LVA 分别是Double One, Zero, Saga, SYN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回顾Double One 大家好,我是全书 首先这个Double One可以写作十一 正好也对应现在是第十一届比赛 其次比赛规则发生了一点变化 每一战的冠军积分有九分变成了十分 同时从这一届开始 越野赛倒是越来越少了 另外每个车队也都有所改变 在加赫走了之后 小灰重回回车队核心 他现在驾驶的火焰史培立昂GTO-15B 是在上一辆GTR的基础上 做了点比较实际的改动 而兰德尔也如约参加了今年的比赛 他现在的车子是伊休萨克008 这也是上一代007的改良版本 日吉则加入了罗贝的AGS车队 罗贝现在隐退变成了监督 还有杰克和法兰兹终于组队了 法兰兹现在是设计师兼领队 杰克会驾驶他设计的雪铁HG161比赛 这辆车需要趴着驾驶 他具有摇摆座舱和电磁加速特性 至于封建的车子变成了超级R4R01C 在去掉了越野模式之后 又有新赞助商提供更轻的材料坐车身 他比之前的速度会快一点 但下压力和稳定性还有点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比赛 首先第一站是在巴西举行 封建作为上一届冠军 他在赛前自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并没有取得这一次排位赛的甘位 除了输给小灰之外 他甚至还被兰德尔超了两秒 也正因此封建的内心有点动摇 随后在正在起步的时候 封建起跑就压制杰克并反超小灰 就目前来说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比赛开始没多久 封建却被连续超车 第一站最后前三名是兰德尔杰克和小灰 封建排第七没有击分 而在第二站美国战的时候 封建甚至还被套圈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引擎落后 R4R现在满速都追不上别人 同时这也导致封建心态失衡 毕竟作为上一届冠军 前两站一分没得真的很惨 接着封建在第三站的时候 就强行加速导致引擎过了推出比赛 这里要说明下 超级R4R01本身属于全能型车身 所以他的调整需要注重车体平衡 之后封建用闹情绪了 在第四站排位赛的时候 他变得和去年的小灰一样 将自己的驾驶失误怪罪于维修技师 排位赛后面对兰德尔的激将法 封建竟然无动于衷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负面情绪 另外媒体们都在说 他去年是靠车子才赢的 其实去年虽然车子战的主要部分 但封建之后的驾驶技术也有提升 接着大友过来看望封建 他伤好之后偶尔会做一下比赛记者 因为知道封建的情况 所以大友特意过来鼓励封建 他指出封建就是被去年冠军的这个头衔给束缚住了 而封建却认为 不能赢的比赛为什么要参加 15岁的他可能不大好承受这样的压力 另一边 美其和小灰出来聊天的时候 小灰也同样说了封建的这个问题 只不过这个障碍可能需要封建自己打破 那天晚上封建淋完雨后去找阿斯拉 阿斯拉很贴心的给他开启暖气 在车上他们聊到了梦想 阿斯拉说自己一定会追随封建 而正是这份信任让封建破防了 他终于说出其实自己也很想比赛 他想赢 他不想输给任何人 就这样封建和阿斯拉再次同步 之后剧情安排第四战正赛的时候下雨 这个安排十分巧妙 因为下雨的时候加速太快会打滑 所以大家的速度上限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封建引擎的劣势被填平了 加上封建此刻已经不上头了 所以他才可以不断超越前车提升名次 在要超过杰克的时候 封建还先假装要从外侧过弯 而实际上却是从内侧切入 对了这场比赛大哥和大嫂也有来看 阿修与克雷亚似乎正在计划 要如何帮助封建提升实力 回到比赛这边还剩最后一圈 和去年最终战一样 还是兰德尔封建和小灰 封建这一次准备在最后的弯道外侧决胜负 他在路弯同时开启风扇增强下压力 当兰德尔过弯飘向外侧的时候 封建则趁机加速拿下守卫 就这样封建终于在第四站拿下冠军 接着在第五站的时候 奎车队的新车终于登场了 新车叫EX-10培列扬ZA-8 他和超级阿斯阿一样也是可变形车身 推进器叫伊卡洛斯之意 他还搭载了氢气引擎AWR5 另外奎ZIP车队也复活了 他们请来的新车手是奈特休马赫 阿修这次又戴上了那个 不怕会插到脸的眼镜 在记者会上奈特说 他对现在的锦标赛很不满意 无论是车队还是选手 都不具备争夺冠军的资格 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一点 奈特一下就点燃了所有人的斗志 会后封建和明日香去找奈特 但奈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了 今日子是知道奈特就是阿修的 不过只要奈特能赢他是无所谓 随后奈特就跑出了排位赛第一的成绩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跑进1分24秒 至于封建则是1分27秒左右排第8 但他这边主要还是因为车子的问题 超级阿萨在过弯的时候车头会震 接着克雷亚就来到了队里 他是阿修介绍给姓阿郎的 这时大家都搞不懂为什么车子不稳定 美奇还说今天的调整应该是完美的 然后克雷亚只是摸了一下车子 并看了一下行驶数据之后 就立马得出了几个细微的调整数据 而且车子就这样调整好了 美奇当时就震惊了 克雷亚还让他不要轻易的承诺完美 要是发生意外车手连命都要搭上 这里要说明两点 克雷亚是超级阿萨的设计师之一 现在确实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车子 另外克雷亚并不是针对美奇 他只是有点天然腹黑 在调整完之后克雷亚就让封建休息 此时奈特再一次跑出最快单圈成绩 赛场上的超音速骑士果然名不虚传 另一边难得还是老样子 他要等到排位赛快结束的时候才跑 结果这时已经跑完的奈特 故意拔掉了后视镜屏幕的线 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挡路 而兰德尔在闪躲之后就撞车出局 因此他排位赛没成绩无缘第五战比赛 而且事后兰德尔也拿奈特没有办法 其实这也是奈特给封建上的第一课 车赛是以性命为堵住的战场 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会丧命 隔天第五战比赛正式开始 奈特起跑之后挡住杰克 这样的话小灰就能跑到第二名 不过虽然小灰和奈特的车子是一样的 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另一边封建的车头不振了 整辆车也比之前顺滑很多 克雷亚的调教确实厉害 然而这也改变不了他被套圈的命运 没多久在阿斯拉的后视镜里 竟然出现了第一名的奈特 并且他很轻松就超过了封建 此时克雷亚赶紧联系封建 他说奈特就是这一部的boss 你要拿冠军就不能输给他 于是封建开启了推进器狂追 他跟着奈特一起冲进高速弯道里 接着奈特在弯道上套圈超过三四名 看到这里封建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 他先是从外侧用风扇强抄爱迪利 接着又利用推进器在弯道上超过杰克 最后这场比赛是 奈特第一小灰第二封建第三 赛后奈特还说封建是被套圈的第三名 不过封建这时并没有气垒 另外明日香有点难以接受这样的奈特 他还把那个吊坠给扔掉了 哎 其实奈特这样做都是为了封建 之后奸生车队回到日本的研发中心 在研发中心的门口 还陈列着之前几个版本的阿斯拉 为了能够对抗其他车队的新车 克雷亚带队开发了超级阿斯拉AKF-11 A代表阿斯拉 K代表封建 F代表克雷亚弗兰特 新车将变形系统改为声控模式 就是要变形的时候叫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在试车整备的时候 克雷亚光听声音就知道 美其这边又有一个地方需要调整 之后试车开始 一切都在克雷亚的预料之中 包括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这台AKF-11目前最高时速为659公里 测完最高速之后 封建开始测单圈成绩 此时克雷亚说 奈特驾驶的EX-10培利昂 在这里的单圈成绩是49秒03 所以要赢奈特至少也要能跑进49秒 但封建适而几次都不行 而且他的成绩很不稳定 克雷亚随后指出这就是技术的问题 他们看了封建的过弯路线 每一圈的路线都不一样 而小灰的则比较统一 这也变相说明小灰技术确实不错 但最恐怖的是奈特 奈特每次过弯路线都能重叠在一起 这简直就是个过弯机器 在明白差距之后封建继续练习 不过这种事情都是越心急越练不出来 然后我们可爱的加赫又出现了 加赫这个时期正在参加印第赛 因为他后半段会用到健身开发的引擎 所以在研究所得知封建的消息后 他就过来试车场找封建 当加赫知道封建的烦恼之后 他就也想要挑战一下 随后克雷亚让他驾驶 搭载了民用版智能系统的超级阿斯拉01车身 加赫一下就跑出了49秒13的好成绩 封建此时回头看着这个隐藏boss 其实加赫只是想告诉封建 不要太执着于别人的路线 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佳路线 接着在加赫走了之后 封建要阿斯拉关掉行驶控制系统 他准备完全靠自己来驾驶 因为之前的数据可能会是一种阻碍 虽然美其当下是非常反对的 但克雷亚觉得可以试一下 第一圈跑完后封建直接吐了 由此可见去年的大友还是很厉害的 之后女生们分成了两派 克雷亚是觉得封建应该继续这样练习 而美其和明日香则很担心封建的安全 到了第三天封建已经逐渐适应 只不过美其和明日香依然觉得很危险 克雷亚这时又提出疑问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理解 封建想要成为职业赛车手的决心 随后加赫又来到试车场 他是受克雷亚邀请 并以汽油作为酬劳 特意过来教封建如何过弯 在两人的比试过程中 加赫不断逼着封建跑出自己的路线 也正因此封建终于学会了惯性滑行 同时阿斯拉也将这个技巧记录下来 其原理是积极地让车位滑行 然后用进车胎和地面摩擦的最大极限 同时进行刹车和路弯 除了可以用来送豆腐之外 在越野赛的时候也经常用到 接着封建跑出了49秒012的成绩 他终于超过了奈特 看到这里美其心情有点复杂 他觉得自己既不了解阿斯拉 也不了解封建 就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之后剧情来到第六战非洲战比赛 目前总排名是南德尔第一 小惠和杰克并列第三 封建第四 排位赛时确认过路面的封建 打算采用正赛时所用的硬一点的轮胎 因为这样会比较符合惯性滑行跑法 对了美其在排位赛之前就不见了 良平为此还特意去问了小灰 另外主持人还要介绍 超级阿斯拉AKF-1的一些特性 比如采用了反向翼车型 改进了空气动力特性 在避震和速度上都提升了不少 排位赛时封建还使出了惯性滑行 不过奈特一下就看出 这样的跑法对轮胎负担极大 接着就轮到奈特和兰德的计时圈 他们两个同时刷新了封建的记录 获得甘位的是兰德 但是封建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两边用的轮胎不一样 简单说明下 由于计时圈只要跑一圈 而正赛的时候要跑很多圈 所以对于轮胎的磨损和选择会不一样 但封建这次是直接用正赛时的轮胎 所以他跑起来会比别人慢一秒左右 排位赛过后各队还会再调整一下 这时我们看到 今日子把奈特的调整数据拿给小灰 虽然他这张座是想帮助小灰 但我们的推车灰现在是有骨气的车手 之后其他人在餐厅里相遇 奈特竟然对兰德尔说 还会赛的第一名是自己让出去的 他再次高借封建 赛场不是游乐场 而且奈特还指出封建的跑法有问题 其实封建自己也清楚轮胎磨损的问题 对而他们争论的时候艾迪丽也在 不过艾迪丽觉得奈特好像另有打算 另一边美琪其实是想走人 好在走的时候遇上了小灰 真的很巧 上一次他们也是在非洲 只不过这一次轮到小灰帮助美琪 而且他们两个的处境很像 美琪遇上克雷亚 小灰遇上奈特 不一样的是小灰把奈特当成目标 而美琪选择了逃避 好在小灰的鼓励起了作用 他让美琪千万不要放弃 隔天在比赛信号灯亮起之前 奈特通过起步的夹动作骗兰德尔强跑 这是他给封建上的第二课 在赛场上什么战术都有可能出现 兰德尔因此大受打击 感觉他已经放弃比赛了 现在前四名是奈特封建杰克小灰 而且一二名把三四名甩得有点远 此时看台上的美琪刚准备走 但在看到小灰超过杰克之后就动摇了 明明拿不到冠军却还这么努力 于是美琪就多留了一货 另一边封建终于在弯道上超过奈特 但这其实是奈特准备上的第三课 他要让封建知道在他前面驾驶的恐怖 只见奈特不断紧逼封建 这就使得封建的速度下不来 而且封建也被逼上头了 期间奈特还故意碰撞封建的轮胎 在有磨损的情况下 封建依然使用了惯性滑行 很明显奈特的目的 就是要加快封建轮胎的磨损 而封建也确实中计了 他是在被反超之后才明白其中道理 不过奈特这时眼睛好像有点看不清 接着他遇上了被套圈的兰德尔 兰德尔原本是想刹车挡一下奈特 谁知奈特这时的眼睛才刚恢复 结果他和兰德尔就撞车出局 同时碎片还让封建的高压涡轮机受损 看到这个情况再加上小灰鼓励的话语 美其立马赶往健身车队维修站 封建进站之后涡轮机的温度极高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美其套上了好几个手套 他直接用手把涡轮机换下来 克雷亚随后就帮美其进行冷却 出发前美其还给封建加油 之后他希望克雷亚原谅自己的韧性 其实克雷亚也没有责怪美其 此时前三名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过不用担心 封建很快就超过爱迪丽变成第三名 接着他要在最后一个弯道上决出胜负 今天这场比赛一定要赢 而当阿斯阿告诉他 这样会超过极限时 封建的回答是 今天的我没有极限 伴随着推进器以及风扇的开启 封建先从内侧强行超过杰克 紧接着又从外侧惯性滑行超过小灰 终于他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也是对美其最好的回应 结束后小灰去给美其庆祝 不过这个钢铁直男 好像没有get到美其的意思 然后两个人就玩起了你追我 阿如果你追到我的游戏 但是这一步的时候还没有追到 接着我们说回比赛 耐特在第七八九站取得三连冠 其中第七站封建因为轮胎打滑而出局 第八站和第九站则是兰德尔出局 而且兰德尔在第九站还牵连到了杰克 杰克也因此受伤住院 另外在第九站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 耐特因目眩而差点冲出跑道 虽然他最后还是获得冠军 但这个失误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其中最担心的应该是克雷亚 比赛结束后法兰兹去给杰克道歉 他觉得自己设计的车子安全性有问题 到这里我们才知道 原来法兰兹在一开始试车的时候 就发现以自己的体力玩不成十场比赛 所以他才会拜托杰克驾驶 不过杰克却说车子根本没有问题 他让法兰兹不要在意那些媒体说的话 并鼓励他去参加第十站比赛 另一边难得找了封建 他将现有的问题都怪罪于耐特 并且他还想劝封建放弃比赛 那封建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他只是有点惋惜 难得最后一站不能参与 而当封建他们走了之后 管家给了兰德一巴掌 他说少爷怎么会因为害怕而逃避 为什么不只进行自己的比赛就好了 随后兰德就让管家走开 话说第十站最终站的地点又是在日本 封建回家的时候还遇到加赫 加赫是过来要比赛门票的 而在晚上明日香午一间听到了 克雷亚在电话里担心阿修的安全 也正因此真相终于被揭晓了 在TV版的时候阿修受过一次伤 痊愈之后他就回去参加F1比赛 随之在视觉神经上还留有细微伤口 当然这并不会让阿修马上看不见 前提是他不再参加比赛 因为比赛只会加剧眼睛的负担 而阿修现在之所以变成耐特出现 这一切完全都是为了封建 在看过去年的比赛之后 阿修觉得封建确实很有潜力 但他不希望因为阿斯拉的优异性能 导致封建会小看赛车的世界 所以他和克雷亚才会一黑一白的帮助封建 这样做都是为了逼出封建的潜力 以及让他明白胜利本身的痛苦和喜悦 接着在得知了这一切之后 明日香不再责备自己的兄长 而封建也打算尽全力比赛回赢奈特 之后时间来到正赛那天 目前总积分排名是小灰第一 奈特第二 蓝德和封建并列第三 在比赛开始前 今日子要奈特全力支援小灰 因为他已经知道奈特眼睛的问题 不过小灰却很有骨气的要靠自己 今日子无奈之下也只好随他去了 但他还是会给予小灰最优先的支持 另外在驾驶员会议结束之后 爱迪丽也发现奈特眼睛的问题 不过奈特用 这是我们最后决胜负的机会为理由 让爱迪丽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上 而出门时奈特又遇到了封建 封建说自己已经知道真相 他一定会尽全力比赛 之后选手们准备就位 蓝德也没有弃权 只不过他现在还是很迷茫 至于封建他又被明日相亲了一下 接着正赛终于开始 还名前两位的封建和奈特 在过第一个温道时互不相让 也正因此他们碰撞之后重出跑道 不过其他选手都坚信 他们两个一定会追上来的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重回赛场之后 他们两个就以惊人的速度往前追 奈特甚至还跑出了最快圈速 之后在经过倾斜的六连发夹弯时 他们也都没有因为 要承受巨大的离心力而减速 另外迦赫在维修站观战的时候 还被美奇搭过去帮忙换轮胎 今日子看到之后有去跟迦赫打招呼 接着奈特的眼睛又不行了 好在他及时调整并加速档位 看到这里 封建由衷的佩服和惋惜 一段时间后 比赛已经进行了120圈 封建进维修站时表情特别严肃 毕竟这是一场不能松懈的比赛 出战之后 他和奈特很快就追上兰德尔 因为害怕 兰德尔竟然给奈特让路 随后他又被封建给轻松超越 此时兰德尔想起管家的话 他这才醒悟 其实一开始参加比赛 只是为了赢封建而已 于是兰德尔也开始加速 他们三个很快就超过了法兰兹 目前的排位是小灰 爱迪利 奈特 封建 兰德尔和法兰兹 接着在到达六连发夹弯之前 前五名都相继开启推进器 在被巨大的离心力洗礼之后 封建和奈特在下一个弯道上 成功把第一名的小灰甩在身后 现在比赛还剩八圈 不过奈特的眼睛终于撑不住了 他让封建继续冲刺 而自己则选择停下 谁知封建竟然也停了下来 因为他还没有和奈特分出胜负 真正的车手就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而这些正是奈特交位封建的 于是 奈特再次进入驾驶舱 对于一个赛车手而言 拼搏到最后的斗志也是很重要的 接着奈特让系统重点感知周围的情况 并将所有数据用语音表示 然后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另一边 领先选手竟然陆续进入维修战 他们都要等待封建和奈特追上来 兰德尔为此还喝了一杯下午茶 随后当封建和奈特追上来的时候 近战的四位选手一起出战 胜负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 目前比赛还剩两圈按照惯例 奈特和封建首先超过了爱迪利 接着奈特继续超车直接爬到第一位 这都是他闭着眼睛开的 很快奈特只剩最后一圈 而当封建到达最后一圈时 加赫在看板上写下绝对要赢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冲就对了 随后封建利用惯线滑行超过法兰兹 紧接着在进入六连发夹弯之前 封建又超过了兰德尔 不过兰德尔在入弯之后又咬住封建 就这样四辆车几乎并排出弯 他们都在争取最后一个弯道的最佳路线 最终是封建获得了比赛胜利 明日香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第二是兰德尔小灰第三耐特第四 四样车的差距仅在0.5秒之内 结束后封建很感谢耐特 而耐特让他把吊坠还给明日香 近日子没有责备小灰 他让小灰明年继续加油 另外兰德尔也决定明年继续比赛 但他明年还会更惨 接着按总分算排名 本年度第一名还是封建 他达成了两年冠Double1 第二小灰第三耐特兰德排第四 在片尾里我们还看到 阿修和克雷亚坐船回去 路上克雷亚还把墨镜给扔了 就这样这部Double1结束了 我是全叔下一步是ZL 我们下期继续